你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聞網,我是主播許端藝 新北市政府在18號成立了新北市都更推動辦公室 而昨天就立即來到了淡水區幸福里成立了前進工作站 而都更處長表示,成立工作站不只是要解決東來大廈維樓問題的決心 更是未來都更的一大進展 新北市淡水區東來大廈海沙維樓將近十多年 但始終都找不到解決辦法 新北市政府在18號成立新北市都更推動辦公室之後 昨天就立即來到了淡水區幸福里成立了前進工作站據點 都更處長表示,成立前進工作站不只是要展現要解決東來大廈維樓問題的決心 更是未來都更的一大進度 東來大樓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住戶的仿式 也蒐集了大家族反應的意見 而在今天也藉由這個場合 很多住戶在現場,針對他們所提出來的意見 我們會來逐一來說明跟回覆 同時對於未來更新重建的 事業計畫修正的內容 也在這個機會呢 跟所有的住戶來做一些意見的交流 我們也希望能夠加速他事業計畫 接下來的審查的步驟 加速他們的未來重建的進程 因為我們東來目前是海沙屋嘛 那新北市政府非常的關切我們東來 所以特別在今天成立這個辦公室 對我們將來重建有很大的 居民很大的一個協助 處長表示東來大樓過去市府已經完成了住戶意見需求的資料整合 而在工作站成立當下 也在現場向各位住戶說明未來的走向與規劃 而東來都更會理事長也表現相當樂見市府積極處理的態度 此外這一次市府才主動協助東來大廈進行的都更程序 關於分配重建規劃 還有東來重建計畫書將會在四月加速審查 有機會在今年看到重建曙光 因為都更這條路已經東來走了快要二十年了 那父親在這個部分下也相當的努力 我也是樂觀其成 而且我現在目前我也會很積極的配合新北市政府跟住戶之間彼此他們需求跟協助 那當然我也希望透過這樣一整套的一個都更協會能夠完成的話 對我們老舊社區的都更的住戶更有幫助 這個辦公室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都會有市政府各局處的單位一起來進住 來協助我們淡水區甚至北海岸這些民眾有關都更的問題的一些詢問跟解決 當然是先以我們東來社區為主 因為東來大樓這個的這些都更已經看到曙光 里長說東來大樓是圍樓未來朝向重建的目標也是住戶的共事 希望透過市府與地方的處理 未來在其他老舊社區建物的都更會更有幫助 而另外區長表示這次的工作站成立不只是首要解決東來大樓的都更問題 未來在淡水還有其他的老舊社區有都更需求的住戶都能夠透過此工作站來進行諮詢 記者許多安一再去採訪報導